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是你提醒完之後 它擲起來就變成創意材料 都這樣 哇 喔 炸雞的 都擲起來了 它都會用錢 哇 你是靠的 都會用錢 都會用錢 所以我們的東西就是 你一定要不要去做懷酒 你一定要讓它擲起來之後 他進來看到他的感動是什麼 我們從朝向那個方向 你看我們像有火車那樣沒有 像有火車 我們去做火車 你的嘴巴要放成四五十多 那這台人呢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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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想你放出來 因為我要四五十多 真的不容易啊 你又五十年六十年的嘴巴 呵呵呵 在座 齁 都拿這個東西回來一打 都不用給他們還人 從我們活動進來 我們有這些那個兵 把鋪 把鋪啊 對 是啊 可以打體驗一下 那感覺都很好 我們再往下走 今天報告的大概 大概分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單位的警戒 我在做一個概列的一個介紹 然後就是目前我們執行 七五五位的案子 總共有三個案子 鼎菜園來講 這邊是一個D 他們有一個DM 這是屬其工讀生幫我們設計的 他寫鼎菜園傳奇 剛剛主委看過了大概 傳奇兩個字可以用 所以說為什麼要講李菜園傳奇 因為李菜園的打造是在實踐 李市長他小時候的夢想 小時候會將來變成我們園區的一個產業 那個車票本身還有一個故事 這個顯得是一段那個 我們社區的一個歌詞 現在一個距離大家 就是多人當我們上課 這是王環寧 今天就由我來報告大專實習生的部分 我是王環寧 今年畢業免期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是今年的7月7日來報導 然後會來一同學 也是今年畢業的 畢業於高雄海岸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7月9日來報導 能夠替自己的能力加分 通過這個課程也能夠深入社區 當然我們也是來幫我們 報名專案經理的培訓 希望明天的遊樂能夠做一些專案的管理 創造一些社區企業的經驗 觀光文化產業的資源 在我們來頂餐園的時候 這個部分已經有 這邊頂餐園有很多的 一些套裝行程 都有些旅遊行程 然後我們來發現 外面有一條鐵道很特別 就是剛才我們來看的很好 那我們就針對那條鐵道 以及附近的中高景點 設計了一個制裁條路 接下來是擬定行銷策略 我們有做一些具體行銷 辦案的規定 依照不同課程的屬性 設計出規劃套裝旅遊的形成 譬如說社區間彼此的交流觀摩 以及針對青少年朋友 有一天或是兩天的 然後有一些戶外教學的觀摩 以及針對一些一般成年人的 一些旅遊套裝行程 然後我們有利用一些報告媒體 主動體工學活動的訓示 宣布後增加元素的知名度